我们正面就这样的 从来不会扭的 都是很平整的 这个是手工包边的技巧 包与无形的技巧 那我们现在就是 来压线 这里我们直接从这里压0.1 平着压过来就好了 压线的手势 我们一定要拉着后面 始终压0.1 然后压0.1 那么这个弧度的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的打斜 45度斜剪口打一点点 都是压0.1 压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里撑开 包边条越小 那么反面就不容易揍 越不容易揍 包边条越大越宽 那么下面就越容易揍 这个转弯的地方 我们也打一下剪口 我们也打一下剪口 好 然后呢 继续 从这里 压0.1的线压下来 这样呢 我们全程不用接线 一道线过来的 像做袖子 这个袖子 这个开叉 剪一个2.5公分的包边条 45度斜纹 我们先从反面来 测一个0.5 0.5 0.6都可以 这个时候 这个剪口 我们刚好是从剪口这里 过去0.1 测个线 两个袖子对称车 以免坐到一边去了 那这边都是小的 那我们这边也是小的 这就对称了 然后用手指挂一下 这个反面 在这里呢 如果是你没有测到 检口的边缘 我们就在这里打一个检口 打到边缘 接着盖线 我们折一个0.6 然后对折 始终这个折痕 这个折痕 我们就刚好是要 凭着我们第一条线 刚好盖住这个第一条线 始终保持这个距离 保持折的大小 此时一定要用锥子 这个锥子往前面推 不能的话很容易扭 上面千万千万千万不来拉 带下面下面 往我们身边带 上面松一点 往前面推 如果是有包边拉筒的话 直接一拉很方便 几秒钟搞定 大家近距离 可以干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手指 往我们身边带 上面松一点点 始终是盖住这条线 好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模一样的操作 边条就这样的 这是面 那么底同样是压到了0.1 不能漏掉 做到这里之后 好我们这个是面 那我们这边 那看清楚了 把这个对折 那漆平这里 这里呢 会多出来这样一个角 那么这个角呢 我们从这里打刀针 斜着把它撤掉 OK 打开之后 那它就这样的 这边呢 我们要这样固定一下 OK 那我们到时候呢 定好扣子呢 这边就是这样的 好 另一个袖子也是同样操作 哈 好 接着呢 我们做袖子的来气缝 出个0.3 这个是反面 反面 反面对反面 同样测0.3哈 然后呢 把这个毛边 修掉 然后翻过来 压个0.6的线哈 就搞定了 跟我们做来气缝是一样的哈 这个呢 就不用拍了哈 压过来 放上随着压角 随着 随着 随着之前哈 记住哈 我们大的这边 这边 我们这个 一定要这样定下位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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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袖子的缝往后面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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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这个长度 那么呢 要跟我们这个袖口啊 相等哈 我们这个袖口 因为等一下我们这边要车掉一公分 所以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长度 那要这样子 从这里进来一公分 然后上袖 也就是说 比我们这个 左边到右边的边缘 小两公分就可以了 随着的长度 好 随着后 好 那么开始上袖 上袖口 这个是我们烫好的 是吧 从这里 边缘 过去一公分 这样子哈 从我们烫的这个边缘 这里啊 开始起程 车的我们就是我们对着这里啊 边缘这里 挨着这个边缘车就可以了 OK 做到这里之后 我们呢 在这里折痕这里打个剪口 齐平哈 这个边缘 齐平就好 好 一样平 ok哈 另一边同样操作 翻过来 翻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手指点进去 点进去 然后用这个折一下 翻过来的角呢 就会很方正 然后呢 翻过来哈 我们这边呢 把这个毛边 线头 这些 往里面塞 加0.1的线 烫的边缘 烫的这个边紧 然后盖住这个第一条线 始终保住这个距离 这个手往我们身边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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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锈口就算好了 正反面都是0.1 锈口算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袖子算起来 这个袖子的缝 这里腌下缝我们后片挡 那么这边 这边有门禁的是前片 这边的是后片 我们从后片开始 那么我们开了岔的就是后袖 靠这边 千万不要拉出了 这边 也是往后面挡 那么这里 我们这块 直接从这里测一公分 特别是这个袖笼这里直纱方向 就这段直的 一定不能大拉袖子 袖子一定要稍微松一点点 不能的话这里就容易皱了 袖笼就会皱 好 车过这一段 这个缝往后片挡 肩缝 车过这一段 我们就这样平着车过来就好了 甚至可以把袖子稍微大一点 袖笼稍微松一点都可以 这样呢 我们尽量就平着车就好了 也不要松袖子 也不要拉袖笼 平着车 好 车到这一段 这是直纱了 直纱的话呢 我们把袖笼拉及 上面松一点点袖子 那这个袖子是刚刚好的 另一个袖子同样操作 然后我们用锁边机锁下边 或者呢 你就是包个边 用拉筒 包一个0.5的边 或者用手工包 就跟像我们包袖口一样 但是有点复杂 有点难 所以我们用个锁边机吧 这样锁边 锁边的缝分 这个缝分呢 我们可以稍微切掉一点点 锁一圈 我们来减烫一下 这个衣服呢 我们就穿一下下摆 这个褶子 不要烫太死的 就是让它这样 自等一点 休闲类的衣服 都不像烫得太死板了 那么门机呢 我们都是很平整的 这个呢 可以不用烫 接着呢 我们就是一个领子 这个领子呢 其实它也不用去烫的 它是自然的 会形成这样子 这都没烫 你看自然会这样 这种领子就是这样子的 烫一下锈口 接着我们锁扣眼 扣眼呢 我就锁六个 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 那么这个 你看这上面标就可以了 平均分布 那么呢 扣眼呢 是南左拟右 拟的就打这个 穿在身上的右边 第一个扣眼是横向的 从边缘 过来呢 将近零点五左右 好 那么其他的呢 都是树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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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一掩饰了 那么袖口部分 袖口部分锁扣点是锁在这个大的这边 小的这边你看这里是小的是吧 小的这边是钉扣子的 看清楚千万不要锁错了 锁在正中间上下分钟 从这个袖口边缘进来一公分 扣眼锁好之后 那么这边 然后把这个位置点过来 钉扣子 这扣子我们就用这根透明的扣子 那我就示范一个扣子 这是正面 首先我们穿一个试补的线 从这里面正面穿过去 再从这里穿出来 那么肯定很多人钉扣子说都会钉 那么钉的扣子要从一根 从同一个方向出来 不能乱七八糟的方向出来 都是在同一个方向 好 那么呢 我们这个扣子不要钉得太紧了 好 不要钉太紧了 稍微松一点点 好 再拉一下 可以从这里露一圈 看清楚 从这里露一圈 然后再从这里穿过去 这个接头呢 就不会在外面了 不会在下面了 就会隐藏在下面 隐藏在扣子底下 减点 那么这边呢 是统一个方向 根本看不到接头 就是一根线 OK 其他的都这样定一下 我看牛排 precis 试